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基隆与国际基调赛迈入第六年 每年都会吸引不少调客一同参赛 今年将在9月28、29号举办 邀请全国及国外基调好手共襄胜举 台北永风啦啦队电报女孩 热舞蛮畅 要为2024第六届基隆与国际基调大赛 揭开序幕 2024基隆与国际基调赛 加油 碧海蓝天 沉沉浪花打在椒岩上 基隆与海景美不胜收 收惠于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不仅渔业资源丰富 更是钓客们的最爱 世界走透透 我觉得基隆与它就是 不能去地址方面 然后它的那个钓场它是最多的 就是每一个每一个椒 每一个岩 然后在每一个角落 整个环岛 我是觉得它的美是无可取代 我就非常非常独特 所以它就有台湾的龙珠之称 我甚至就说我有绕岛 就是在旁边这样钓 出来我也有传基调 然后我做了基调之后 我传基调 然后在旁边这样绕岛一圈 我就觉得 它的资源真是太疯太疯了 因为这就是龟公鱼 就是我们基隆市政府有在推广 还有放流 一年一度的基隆与国际基调赛 将在9月28 29正式登场 除了笔技术 更可以探究基隆海洋之美 基调它真的是一个有风险的运动 那所以也是我们今年我们产发处 为了这基调赛也特别拍了宣导短片 然后也希望说大家在基调的同时 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然后大家其实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很放心的 继续把这个比赛继续再办下去 那今年我们的奖金也提高到17万了嘛 然后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些赞助厂商 然后还有主办单位 那未来希望可以让基调赛 每一年每一年都可以看到省哥 然后来为我们这个美丽的基隆 美丽的基隆语 然后再说龙珠 有如龙珠一般的这样的基隆语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今年的基隆语基调大赛 除了有17万元总奖金 赛事选手之夜将抽出 冲绳来回机票一张 为了生态平衡将采取限量报名 仅开放84个名额 选手越来越多 然后资源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的余卧也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五次觉得 然后我们的基隆语 现在的基调大赛 已经是已经变得世界性了 活动将在8月19号上午10点 开放线上报名 势必会抢破头 各路基调好手摩拳擦掌 就等比赛那天一较高下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虽然中选会还没有正式公告 罢免市长谢国良是否成案呢 如果成案可能选在10月5号谢国良生日当天 对此谢国良表示 个人觉得还好 但会比较担心 自己太太看到新闻时 心情会低落 市长谢国良这两天持续到基隆市议会背询 虽然中选会还没有正式公告 罢免案是否成案 不过已经有传闻 如果成案可能会选在10月5号 谢国良生日当天 对此谢国良表示 个人的感觉还好 但是会比较心疼 自己太太看到新闻时 心情是变得比较低落 我个人是比较还好 不过昨天这个新闻 我们家也有看到 那我太太看到以后 心情是比较低落 因为以前我生日的时候 就是太太小爱 我还有甚至我妈妈 我们都会一起来聚聚庆生 这也是我们家里过去以来 这个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所以她看到脚事这一天 我觉得她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是还好 我觉得我会尊重配合 会不会觉得中选会这样的 卫生宣定 这可能要 我个人觉得还好 我尽量尊重 至于市政府和Net 也就是主副公司之间 关于东岸商场的官司案 法院判决下 市政府取得三连胜 市长谢国良认为 罢免案没有正当性 其实 法院已经证明 东岸商场是属于基隆市政府的 那我们依约依法取回我们的市有财产 而且没有任何一条法律 有说我们有错 反而是Net主张他们的所有权已经三次被法院否定或驳回 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 那这个罢免也没有正当性 不过我在想 现在罢免已经被拿来利用作为重新选举一个手段 只要输的方 透过罢免就可以重新再来选一次 那不选白不选嘛 所以他们还是会努力试试看 由于市长谢国良这两天在议会被询时 声音已经明显沙哑变小声 谢国良指出自己重感冒 喉咙爆痛 但是尊重议会因此不请假 还是会到议会被询 抱歉我这两天真的是重感冒 而且喉咙非常痛 痛到大概两年前 新冠那个时候的痛法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跟议会 借一下一个事迹 稍微测一下 希望一切都没事 那如果身体可以符合的话 我还是会表示尊重议会 积极参与议会的咨询 谢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油耳里最近有面彩绘墙 有煤矿台湾蓝雀和油铜花等生态图案意象 受到民众的肯定 副议长杨秀玉希望可以持续争取 及油耳里里长萧雪的支持 将彩绘延伸到油耳里 打造彩绘一条街的景象 看着党土墙上已经彩绘完成的 台湾蓝雀 油铜花 煤矿矿坑 玉煤铁道桥遗迹和竹笋 萤火虫 老鹰 鼻桶树等美丽图案 来有类工作的民众非常肯定 有这个美感 有这个美感 好像有这个 好像说我们这个 台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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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看着有一个 故事 一个香蓝味 香蓝味 副议长杨秀玉向市政府争取经费 利用这一片长达30公尺左右的党土墙 重新设计彩绘 彩绘象征油耳里历史的煤矿 以及台湾蓝雀和油铜花等生态图案意象 美化老旧的党土墙也行销油耳里 杨秀玉希望可以持续争取 油耳里长萧雪的支持 将彩绘延伸到油耳里内的党土墙 打造彩绘一条街的景象 因为我有发现到 因为这个入口处前面一点 那边就是油耳里了 那这个油耳里其实我可以跟这个 来跟里长讨论看看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 如果这里把它打造成一个彩绘街的话 那因为现在人就是一个趋势嘛 现在人手一机嘛 那现在人都很喜欢拍照 那欣赏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动态 那我觉得如果把它打造成一个彩绘街 那它是一个可以打卡的一个景点 我相信能够带动整个七堵的一个 整个狼带 包括我们这个七堵的一些周边 包括可能都会有商机 因为只要有人潮 就会有前潮 那当然你要把地方的一个人文注入进来 就一个我刚刚提到说 怀旧社区 因为这是故事带不走的 它也无法模仿的 因为你要让外县市也好 或是世界各地的人 想要来探索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城市 它的故事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地方政府必须要去做的 带不走的 无法模仿的 尤其是地方人文 怀旧风 怀旧社区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是可以成为 我们未来基隆的一个趋势 属于七堵区所谓山区五里之一的 有二里 有着采矿的人文历史遗迹 和丰富历史的大自然生态 副议长杨秀玉希望美化这块 刚好位在有一里和有二里两里交界处 属于有二里的挡土墙 成为打卡景点 也让当地老一辈民众可以怀念过往 年轻人更了解自己家乡 有过以及现有丰富的历史和大自然生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 举办幼儿亲子牙医体验营 让孩子体验洗牙知识 还有正确牙齿保健的尝试 邀请家长一起学习 让平常让人恐惧的看牙 变成有趣的学习体验 那只有吹风 牙齿吹不干净 还是蛀牙 所以还要冲水 基隆牙医师工会 举办幼儿亲子牙医体验营 小朋友拿起牙医师用来洗牙工具 实际操作怎么帮病患洗牙 还有拿起黏土 用力挤压 体验牙齿一模的过程 这活动办得很好 然后小朋友不会害怕看牙齿 以后可以多多的有这个活动 我们高次业牙高度 而且我们日前迟到照顾牙齿 牙医夏令营 说让孩子穿上衣吃袍 也邀请家长帮孩子一起刷牙 学习正确的解牙技巧 邀请家长和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那有牙医师现场教小朋友和教家长 怎么去帮小朋友刷牙 然后另外为了降低小朋友看牙齿的恐惧 所以我们也有诊疗椅的体验 带着小朋友去介绍一下诊疗椅的这些器械 希望小朋友和家长经由这个活动 可以了解到牙齿的重要性 因为让我们小朋友从幼稚园开始 就可以学习我们牙齿保健的相关知识 透过玩乐中来学习成长 我觉得牙医营真的是一个非常 很好的一个暑假的一个营队 这场幼儿亲子牙医体验营 全国只有在金融市举办 家长可以利用机会 学习到如何帮孩子结牙 小朋友从游戏中认识牙医师的工作 家长和孩子都能够做好口腔经节 就从小时候开始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卫福部基隆医院 伤请佛光山极乐寺法师 到基隆医院举办113年度 孝道院中原普渡齐安超建法会 为所有的医护人员及病患家属们 祈求平安 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琦等人 跟随佛光山极乐寺法师 边送金边到各个行政单位以及病房 为所有医护人员和病患及家属们 祈求平安 又到了中原普渡的时节 卫福部基隆医院同样不免俗 特地伤请佛光山极乐寺法师 到基隆医院举办113年度 孝道院中原普渡齐安超建法会 为所有医护人员以及病患和家属们 祈求平安 我想我们基隆医院的基隆医院 基隆医院是真的非常有感染 我们就在一个医院 我们医院照顾我们民众的私立健康 基隆医院照顾我们基隆医院的幸福的健康 我们能够能够回去 我想就像我们台湾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唯一一个很大的寺庙 基隆医院可以结合在一起一起照顾 这非常有趣的意义 今天非常感谢 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感情 谢谢 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祺带领副院长陈维达 秘书李林美以及各科室主管和同仁 以鲜花素果祭拜 跟随极乐寺祝寺庙专法师一起送金祈福 以虔诚的心意超见尊亲祈福照善 祈求民众健康平安 愿务顺利推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小朋友 小朋友 这小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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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挡住了喔 我来把它翻开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月一样想要进出的时候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自身蚊虫 不自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喔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医法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867-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认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竞销烟酒 优质酒类认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基隆商工航电科与资讯科的学生 在第54届全国技能竞赛中 再创佳机 携手合作 奪得七年组机器人执种金牌 并获得总统赖清德的表扬 一 请接白 全国技能赛中 基隆商工夺得七年组机器人执种金牌 欢迎的是机器人的两位金牌得主 林博翰及欧阳胜 来自国立基隆高级商工职业学校 克服新的国际评分方式 不理想的条件环境 以及高难度的最终赛题 欧阳胜和林博翰两位同学 在关键时刻逆转胜抱回金牌 这一次比赛至胜的关键是 最后一天刚好出到我们平常练习的题目 我们常常在一个人写程式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开始练遥孔 或者是为了应对机器人要做出的 一些特殊动作 做出相应的3D附件 像是巡线上面的两个盖子 那个可以防止轮车 机器人在往前中轮车时 防止轮车往行圈上面滚 就是不断的练习以及默契的培养 两位科主任指出金牌的背后 是努力外加上自主学习 比赛时平常练习的态度跟积极度 足足会影响到这一次比赛成败的关键 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气而不舍的精神 吹毛修士的精神 在最后一个难题里面 需要在一个柜子夹两个方块 一览离米的误差 都会想要想办法去解决 所以最后面呢 在最后天果然出现这样的题目 他们才有办法去解决 但是比赛的难题 成功解决难题 也呼应了政府推动生产力4.0 和智慧机械的政策方向 机器人职种是一个正合电机 电子 资讯 与机械等 多个领域专业的新兴职种 机商持续激发学生的多元专业成长 我们能够深耕我们的在地就学 那也证明了我们把好的孩子留在基隆 我们一样可以创造出不凡的成绩 那未来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深耕在各项的竞赛 给基隆的学子愿景跟梦想 基隆商工透过跨领域合作学习模式 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 也为他们创造了个人价值 展现技职教育的成功典范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七毒马林的山茶坊环境优雅 老板更利用自家种植的各类香草药草 特调出苹果紫苏冰沙 漏桂露咖啡以及鱼心草煎茶等冷热饮品 一起来看看 走进一片香草药草原 映入眼帘的就是山茶坊 这间影视在七毒马林里面的咖啡厅 有着优雅的环境 也是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平常最喜欢和里长们聊天兼开会 处理地方服务事项的地方 我们马林地区的各休闲农业场所 因为就是位于郊区 而且郊区附近都是森林 深山 甚至可以爬山的地方 那里面也分多金也比较多 虽然说疫情刚过 然后渐渐现在有稍一点维温来讲的话 我想我们这边马林地区的休闲农业 包括有纳地区的休闲农业场所 适合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和一个户外交游的地方 可以来这边聊谈那些心事 然后喝喝个下午茶 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耿辉也在这边呼吁 不妨暑假剩不到一个月的期间 希望可以带着你的家属 到我们基隆市的各休闲农业场所 去交游一下 去踏青一下 逃离成宵 这边实在是安静 可以放松心情 然后好山好水 喝着业者利用自家香草药草圆区 种植培育 强调天然野生无毒的各类香草 以及药草特调出来的苹果紫苏冰沙 肉桂露咖啡以及鱼心草煎茶等 各项忍热饮品既消暑又养生 现在的人呢 讲求慢活跟养生 那我们很多东西呢 就以无毒有机自然农法的方式 下去栽种培育 那主要呢 我像我咖啡厅这里呢 就是用一些我们用自然农法 培育的紫苏 鱼心草 夜下猪 对 那我们来做一些我们的养生饮品 那我们养生饮品里面呢 我们也有用紫苏醋 紫苏苹果冰沙 鱼心草茶 夜下猪茶 晶银花茶 之类种种 很多的东西下去搭配 历经前几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酷的试炼 参查方依靠自己的特色和努力存活下来 因此马林地区的地方里长更希望市政府 可以协助当地餐厅以及咖啡厅业者们 结合地方特色地景来协助发展观光 重新带动马林地区的商机 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收掉好多家餐厅了 我是希望说我们政府在 那个市府在这一方面 可以继续的推观光这一 观光休闲 毕竟我们马林休闲农业区好山好水 也呼吁我们所有的那个在地乡亲 或是那个所有的市民朋友们 有空大家西棚引伴 一起来我们马林休闲农业区 多多吸收我们这边的分多金 舒畅身心 四周的环境 能够整理一个干净一点 才可以吸引外来的客 外来客 所以我这附近还有一个石头山 那石头山常常有人来爬山来游玩 如果说我们的环境能整理干净清洁 大家都会很乐意的进来 山茶坊业者指出 他们家的肉桂露咖啡用的肉桂露 是用清滑肉桂蒸馏出来 比起一般肉桂粉用来调配咖啡更加香醇 欢迎民众和三五好友来品尝特色饮品 享受快逸人生 迪士尼集团在今年元旦正式退出台湾有线电视的市场 为了维护广大用户最完整的收视权益 中央宽评在迪士尼退出的五个基本频道中 精选了五个优质频道进行地补 讲述一位女子到太平间应征当助手 碰到高大又恐怖的馆长师所发生不可思议的故事 因应农历七月鬼月到来 AMC电影台安排一系列令人抓狂及写卖喷张的电影 邀请大家共同观赏别出心裁的撞鬼电影 这是我们的努力 所以这些都是人死的故事 大家坐下桌 喜爱美国经典电影的观众也不寂寞 AMC电影台自2024年起陆续播放全球影展得奖家片 以及好莱坞巨星俊勇剧作 除了带观众回味各大巨星的经典之作 也引进多家知名影业的独家内容 举凡索尼 环球 诗门等众多好莱坞电影 同步带给台湾观众收看 AMC电影台更规划亲子电影 让大人小孩都可以一同观看 迪士尼集团在今年元旦正式退出台湾有线电视市场 为了维护广大用户最完整的收视权益 钟家宽评在迪士尼退出的五个基本频道中 精选五个优质频道进行地补 其中第69台AMC电影台是美国有线电视频道 目前为AMC电视网所拥有 主要已播出美国经典电影著称 未来也将持续与有线电视合作伙伴深耕台湾市场 开启更多国际影视业务 并进军国际市场 为台湾娱乐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让台湾观众享受更多高品质的节目内容 敬请锁定第69台AMC电影台 记者综合报道 国立交女中今年创校100周年 碰上新就任校长交接 新任校长林三伟表示 未来将既往开来持续培育国家社会人才 一心交接 基隆女中谢新任校长交接仪式 新任校长林三伟 从谢任校长陈明映首中 接过一心正式上任 那基隆女中是一所百年的历史名校 学生优秀 家长也非常的配合 尤其测区都相当的支持 我相信接任基隆女中之后 一定能够把女中带得更好 新任校长林三伟博士 学经历相当优秀 曾经担任新北教育局课程多学 推动新北高中生在地就学 绩效相当卓越 必须要与临近的高中 以及北北基的所有大学 大家同优共好 因为只有透过课程 透过活动 让基隆女中的特色及亮点 让大家看得见 第四 我想配合基隆市政府的在地留财计划 让我们基隆的学子 能够在基隆市政府 以及不管是奖学金 或者是所有的奖助之下 都能够留住人才 为我们基隆的孩子 展现一个比较崭新的未来 我想这些都是我希望 到基隆女中服务之后 能够来推动的 也是一个展望的目标 最后教育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希望到基隆女中之后 跟全校所有新师生 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合作 让基隆女中亮点 让所有北北基的家长看见 基隆女中校长林三伟接任 承诺将会强化临近高中和各大学的交流 结合基隆留财计划 协助孩子们提升竞争力 记者 黄绍铭介绍报道 以上六今天的中佳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台湾管辖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馬頭工人蜜語打鳥是什麼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